深坑区公所16号下午在母子树西畔举办古音金乐穿流布袭音乐会 邀请了深坑国中沾音国乐团 以及林旺老师带来茶山包根等精彩的演出 悠扬的乐音伴随着河畔美景 让大家享受了一场心旷神仪的音乐饗宴 悠扬的乐音回荡在山林之中 深坑国中沾音国乐团带来一首首动人好听的曲目 伴随着徐徐微风一旁还有西畔美景 这是由深坑区公所主办的古音金乐穿流布袭音乐会 曲长黄美华表示 这次的音乐会邀请了多个在地学校社团单位演出 另外还有画展也同步展开 希望让居民享受一个放松悠闲的艺后生活 上午我们办了一个画展 那我们下午我们来办一场音乐会 那这个音乐会我们就我们在地 我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东南科大有表演艺术系 在我们的深坑的国中 有很棒的深坑国乐团 那我们的这个在地的深坑群有一个 萨克斯丰的乐团 所以今天我们就利用这样子的这个下午 大家来享受一场轻松的音乐演唱会 在音乐会当中还安排了地方文史工作者 林旺老师演唱即将失传的茶山包歌 他表示茶山包歌在深坑其实相当有历史 所以希望借由这次的活动能够让更多民众一起来了解认识 这场音乐会就选在知名母子树的西畔旁举办 潺潺溪流伴随着美妙乐音令人心旷神疑 深坑区长黄美华表示 紧接着还会推出四场导览活动 要带领民众领略深坑之美 欢迎民众在疫情过后到深坑一游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深坑采访报道